嗨,我是老白,最近过得怎么样,欢迎来到DIY君频道 今天这个视频呢,我们来解决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 就是家里边的地板与地板之间特别容易出现的一道缝隙 这种情况啊,经常发生在强化地板和时速地板中 原因呢,它们都是卡扣,卡扣呢 经常是由于表面的这种热胀冷缩 有的时候,比如强化地板的由于湿度的变化 另外呢,在你安装的时候,地下的地基不平,有的地方有空谷 那么当你踩下去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就陷下去了 然后它的卡扣呢,因此受到了非常强大的力量 时间长了之后呢,可能这个卡扣就彻底松掉了 那这个时候呢,就会发生这个缝隙 那解决的方法实际上呢,非常的简单 那么你需要买一个东西 就是这个东西,它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强力的双面胶 那么亚马逊的链接呢,我放到视频的说明区 当然了,如果你要是家里边有其他的双面胶呢 你可以试一试,如果不好使呢,再买这个 这个呢,是非常强力的 也是市面上应该算是最好的了 那么一会呢,我就用这个强力胶,就是双面的 然后配合一块木头 然后呢,一块锤子 咱们来看看怎么把它给修理好 那第一步需要做的就是吸尘 要把这个地方,尤其这个缝隙中的任何杂质呢 都要吸干净 然后呢,就把这个强力胶拆包粘到这上边 然后呢,把这个胶呢,就这样横向的 你可以这样纵向粘哈,也可以横向粘 都没有问题 我呢,就这样横向的给它粘上 这个样子 然后粘的时候呢,摁一下 那把这个粘好之后呢,我在这边旁边呢,再粘一条 让它更强力一些 那粘好了,确保没有问题之后呢 把上面的膜撕掉 然后呢,我们把木头粘到上边 那粘木的时候,你要看一下这个木头有没有一些钉子之类的啊 或者毛茬之类的 因为这个木头呢,需要在上边滑动一下 它毕竟有一点厚度,应该是没问题 但是呢,要注意一下保护地板 找光滑的一面,这面吧 把它放上去之后呢,我们要按一按 像这个地板呢,它虽然说这个地方的卡扣坏掉了 但是呢,它的左右两侧都是好的 所以说可能会非常的紧 那么我们在试验的时候呢,也要轻轻地敲一点点的试一试 直接给它敲回来 好,那我刚才按了一按呢 然后现在呢,我还是继续按着它 然后这边敲,试着敲,不要太狠 你可以看到它已经往里边走了 好了,完事了 但是你要注意哈,这个地方敲的时候呢,不要敲得太过 它们接触上之后呢,就可以了 那如果敲太过呢,可能这个地方互相挤压就坏了 然后呢,接下来呢,就把这个摘下来 摘下来的时候呢,要一点一点摘 如果你摘得过狠的话,可能这个地板也被你掀起来了 因为它确实非常的紧,一点一点来 这个胶 这个胶确实是很厉害 我这样转一下,可能会好一点 那你看到了,这个我把木头这么转下来 这么平起是起不下来的 所以说它的质量非常的好 如果你需要的话,就买它就好了 然后呢,它有个好处就是它可以清洁之后呢,再使用 如果上面摘了沉堵之后呢,你可以把它清洁一下 它是可以继续再用的 可以拉的很长 好了,不到五分钟的时间 这个地板的缝隙呢,已经都修好了 如果你家里边的地板呢,也有这种缝隙 就买我推荐的这款胶带,链接在下边 那么用团的方法也会很快的就解决 别忘了它可以反复的使用 如果你家里边的地板有好多好多的缝隙呢 接下来再用在下块地板上也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有用呢,请帮我点个赞 如果你想看更多的视频,一定要订阅DIY君频道 同时呢,也欢迎你加入DIY君频道的会员 好,那我们这期视频呢,就到这里的下期视频 我们再见,拜拜